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实现移动地图的时候 地图上的图钉 它来获取当前 它所在的一个静纬度的一个坐标 我们看一下效果图 这是这张地图 比如我拖动下面地图的时候 这个图钉始终在这个位置不变 然后它地图移动之后 它在地图上的一个位置 有一个静纬度 我们主要输出这个静纬度 有了这个静纬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当前这个位置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经过反地理变码 得到这个静纬度的一个名称 在这地方显示出来 好 首先我们按照我们这些课的步骤 首先是添加我们相应的一个资源 然后添加我们的图钉button 第三步就是我们把图钉移到地图的前面 来显示 第四部分就是我们实现两个代理 好的 开始我们的一个编码工作 我们可以先添加我们的一个图钉 我们的一个资源文件 右键 这些资源文件我已经从 优优的这个笔边拷贝出来了 这是这个图钉 然后这是我们移动地图之后 根据图钉的位置来在这地方显示 当前的静纬度的一个地理名称 好 我们来开始我们的一个代码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钉的一个尺寸 大概是 这是152 然后是除以2是 7 76 76乘65 然后我们放一个 啊 啊 放一个 啊 放一个 放一个 button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 大概中间的一个位置 啊 76 716 716 716 85 716 716 好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图钉这个 图标加上 图钉 啊 就架好了 我们把它 这边移动一下 由于这个图啊 他不是聚中的 我们就 比如我们就放在这里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里边建一个 啊 button 跟我们的这个界面关联 outlet what to in utn utn uilabel uilab button 啊 这里边呢 我们再加一个veo 啊 这个veo 我们找一下 下面 啊 这是一个 veo 然后这个veo显示什么呢 其实就是显示我们 非常这个 那就是上面这一部分 显示我们图钉当前位置的一个地理名称啊 这样同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的一个 背景图的一个尺寸 要记住300 就大概300乘50 350 好 我们把往下拉一下 然后我们放上我们的一个图形 好 image video 300 50 然后设一下它的一个图标 然后设一下它的一个图标 top back 好 这样我们就有了 然后如果我们 获得当前地理位置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 地理名称的一个显示 我们把这里面 清空 然后呢 建立一个关联 按下来 what 叫 add as dress label 我们把它关联账 由于我们的地图是后边加上的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把我们的 TopView 然后UiView移到前面来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关联 好 这就是我们的TopView 好 这样我们就剪完了 剪完之后我们在地图 我们在启动的时候 添加上地图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把我们的TopView移到前面来 然后把我们的Bring 把我们的图顶 把它移到前面来 好 我们先看一下代码 然后在移动地图的时候 移动地图的时候 我们这第三步实现了 我们要实现这个代理 我们把我们的相关函数写在我们的扩展里面 好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运行起来 好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在我们的地图上呢 让我们扩展里面 好 这样我们就已经运行起来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时候呢 如果我移动地图 然后我们的图顶 当前在这个位置 比如在首都国际机场 然后停完之后 它这里面有一个静纬度坐标 然后在这里呢 自动显示出我当前图顶所在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实现相关的几个代理 view 地图有一个移动 移动的一个事件 region did change 这里面 line point map view convert point 那就把我们这个图顶 当前所在的这个位置 然后在我们这个它复转口上的这个位置 转换成一个静纬度的一个坐标 那这个commod point 主要是做这个用的 然后我们这里边写上 图顶 图顶 dream sinter 直接sinter 然后 然后图顶 图顶所在的一个副窗口 就是cf.w 好 静纬度有了之后 我们下一步 我们可以先输出来了 print point paint 我们再运行一次 看一下我们这个静纬度的一个坐标 有了这个静纬度之后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反帝里变码 反帝里变码 看一下 看移完之后 它的一个静纬度的一个坐标 下我们这里边 这里边写错了 这里边 我们在用它自动提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有一个convert 看它里边的还说 是不是点错了 what point 这里边有一个 这个是 根据当前点的一个坐标 来转换成一个静纬度 图coordinator from wheel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图钉 button.center 我们再输出一下 我们看一下移动 这样我们的静纬度就正确了 静纬度 好 有了静纬度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地图的 百度地图的一个 地理变码 就是由静纬度来获得 它的一个地理位置 反地理变码 还有正向地理变码 反地理变码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它这里边有一个 这里边是jo code search 我们定一个变量 来进行一个 这个反地理的一个 反地理的一个 编码 不是这个 看一下 看一下 我 然后 然后 jo code vmk jo coded search 然后在初始化的时候 或者AdBaduMap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这里面来进行一个初始化 好,AdBaduMap 然后呢 KEO KEO Code BMK OK,这里边 我们进行一下,看我们的变量 叫 啊,这里边先错了 JEO Code BM OK 他正在进行一个搜索 有一点卡 BMK J 直接把它拷贝过来吧 有点慢 这就Codes Research 这就Codes Research 好,这里边我们加上,加上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再设置一下相关的一个代理 VU VU 这里边 JEO 反编码出来之后呢 Delete get get inself 版地里编码出来之后 调用我们的一个回调 这里边,使地的app 要区别 要区别出 这个 相应的 我们进行一个销毁的时候 进行一个 代理的一个释放 我们实现相关的这个代理 这里 写这里 b b bmk j eo code research delete 好了 那我们加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 我们的map里边 刚才我们的一个函数 我们把我们相关的函数加在扩展那边 看我们刚才这个函数 这里边 我们的function 也在这里 有一点卡 稍等一下 好 有了这个 反编码 然后我们JEO code 叫reverse code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把它加进来 let bmk reverse 把这个变量 我们叫它option b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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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option 这个point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当前这个point 它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体 我们把我们的option 接构体放这里 放地理编码 那这个编码出来之后 它需要调用我们的一个回调 这里 下面已经写了 叫on get reverse 本地编码 result 再看一下 function on get get code result 看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这个reverse reverse tension on get reverse 好 这个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设置我们的 这个地理位置的标题了 我们看我们这个变量 叫address address 就是当前的地理的一个名称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代码 好 我们看一下移动桌标 然后这里边就是当前这个图钉所在位置的一个 所在位置的一个地理位置 由近伟度获得我们当前的一个地理名称 这叫反地理编码 然后看我们这个途径啊 能够拖动不好使 因为我们这个它是一个button 然后我们把它的响应事件给它去掉 现在看它这么多的其余影响我们的一个拖动 我们吧 不允许它响应用户事件 再试一下 好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再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添加上相应的一个资源 然后添加图钉 添加一个显示地图的一个地理位置的一个label 然后把图钉呢移到我们的地图的前面 防止被地图遮盖 最后呢就是实现我们地图拖动的时候的一个region 这个地图拖动的一个回调 然后就是进行反地理编码 用精维度来获得我们的地理位置 反地理编码的这个回调函数 我们也需要实现 我们再看一下 看这样就不影响我们的一个拖动了 这样就是移动图钉来实现地理位置的一个定位 主要是这个功能 大家呢还可以去扩展一下 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图钉 它上面没有这个标志 我们看它的效果图 大家可以去发散或者是自己去再去扩展一下 看它移动的时候 其实它上面盖了一层 这一块呢 它其实也有 也有它那个图 它那个资源里面呢 也有这个这些相应的图标 大家可以去实现一下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覆盖一个VIO 架在上面 点击的时候 探出另外一个界面 或者点击用车 探出另外的一个界面 进行一个响应 这里边呢都是可以非常简单的来实现 好的我们今天讲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